游阳河湾过了九道湾 老音乐红人的命运 冲出上海和重庆 土地税真的走向全国了 美国国务院坚定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事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这首歌曲在60年代红极一时 家喻户晓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 是颠覆祖宗伦理 不伦不类的歌曲 在今年7月所谓百年共产党清典时期 一位著名的音乐红人 又一次演奏了这个歌曲改编的钢琴曲 可是没有想到 刚刚过去了两三个月 这个红人就出了一个不太光彩的事 其实这种事情党员干部是经常做的 但这回党妈却翻脸把她抓起来了 中国音乐家协会也取消了她的会员资格 这位音乐红人被抓 本人的事业是受到的打击 但也伤不到性命 当年那些老音乐红人可没有那么幸运 凑个广东人喜欢的吉利术 大家看看下面这八位的命运 骑白马跑沙滩 你没有婆一样我没有汉 咱俩捆成一嘟嘟蒜 呼而嗨妖 土地生来土地烂 这首歌没有几个知道 但是下面这首 东方红 太阳生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而嗨妖 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首歌那就是三岁小孩都知道了 一号红歌 东方红的作者李友元 他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农民 上面第一首是陕北情歌 骑白马婆娘汉 他改编成了东方红大救星 他做梦也想不到 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 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 反而被折腾的揭不开锅 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 他得了肝硬化 临终前告诉家人想吃肉 到闭上眼睛的时候都没有得到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这也是当年响彻大江南北的红歌 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作曲者 是王双印 是哈尔滨歌剧院的南高音歌手和作曲人 因为上了国母 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贼船 被隔离审查 无休无止 竟然持续了十年 他忍无可忍 从省文化局隔离室的窗口跳下去 被支插挡了一下 虽然摔坏了腿 破了像 却保住一条命 刘洋河湾过了九道湾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出了个毛主席 一呀一字呦 刘洋河这首歌 在红歌排行榜上是排行老二 作曲是谁呢 是唐碧光 他的人生真是九道湾 他的名字也是几十年不能见光 因为他参加过抗日国军三个月军训 成了历史反革命 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 又打成右派 双料反革命 妻子提出离婚 狠心地将痴呆儿子推给他 他坐监七年 劳改五年 又继续被管制十年 受了22年的磨难 庄严雄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让国人肃然起立 可今天的演唱者 有几个知道国歌的作词者 遭受过怎样的迫害 此作者是田汉 著名的电影《四级歌》和《天涯歌女》的插曲 都是由他作词 田汉晚年患有糖尿病 文革中百般折磨后 小病失禁 被造反派逼着 把自己在地上的尿喝下去 1968年12月10日 他死于冤狱之中 与刘少奇一样 死后火化不能用真名 被改名李武 这首是游击队员之歌 部分旋律采用了英国《不连颠》 制弹兵进行曲的旋律 内容讲述八路军的游击战 作词和作曲都是贺绿厅 他曾经是老家邵阳人的骄傲 但革命中造反派分析 歌词是丑化中国人民 宣扬投降路线 贺绿厅除了遭受毒打 降胡筒套在头上 还逼迫在地下学狗爬 红湖水浪打浪 人人都说天堂好 怎比我红湖鱼米香 这是谢天导演的电影 《红湖吃味队》的插序 当时正值大跃进的大饥荒 眼流闯的夏奎斌 饿得脸颊凹下去 尖嘴后塞 谢天只好往他口里塞些棉花 主演王玉珍饿得都胖了 实际上是饿得浮肿了 请求每天补助20颗黄豆 就因为电影中有句 贺龙领导闹革命的台词 文革一来就被定性为大毒草 具备敬眼 演员被关押 亲爱的毛主席 亲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亲中的红太阳 亲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敬祝领袖毛主席 万寿无疆 这首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是毛泽东十分喜爱的歌曲 作者是李杰夫 他在文革中 把毛主席语录谱成歌曲 因而红得发自 党的九大后 林彪被奉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李杰夫迫不及待谱写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写出不久 就爆出了913事件 林彪在蒙古摔死 李杰夫也被遭解难 夫妻双双被捕 五年后 李杰夫死于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隔离反省中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 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上 著名女作曲家徐希贤的代表作 就是这首一苦思甜之歌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文革中六年七个月的牢狱之灾 唤醒了她的良知 她为那么多农民 在谷堆旁边活活饿死感到痛心 徐希贤沉通地说 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谷进的歌 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2005年徐希贤作品演唱会 当观众起立要唱 山连之山 海连之海 全世界无成者联合起来 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 穷古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 这是一首曾经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 全世界无成者联合起来 在现场的徐希贤要乐团指挥 坚决不要演奏 徐希贤他当然已经看到了 50年过去了 当年唱得热血沸腾 激情满怀的旧世界没有土崩瓦解 穷古人出头之日也没有到来 中国准备扩大房产征税改革试点引发关注 法新社报道援引专业分析指 措施旨在打击炒房 控制房价上涨 这意味着长达25年的中国房地产繁荣即将结束 土地出售不再是政府收入来源 而代之以适度的房地产征税 新华社报道 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3日召开第31次会议 通过授权中国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展开房地产税征收试点 为期5年的试点中 除私人农村房屋外 所有类型的房地产都将纳入征收房产税 报道说 有关扩大试点启动的时间和地区将在随后详细公布 作为中国近20年来经济发展的引擎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1998年重大改革后起飞 推动了快速城市化和财富积累的背景下的进入热潮 但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 也引发对贫富差距加大 及由此带来社会不稳定风险的担忧 上海和重庆此前已实行了几年的房产税 但自2000年首次提出房地产税以来 从未在全国范围推广 其主要原因是担心雇房者很难接受 并可能影响对房市的需求 甚至导致房产的抛售情况出现 此外 新制推出之际正值中国新房价格6年来首次下跌 买家担心开发商破产风险增加 尤其是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备受关注 统计指 9月份中国房价同比下跌16.9% 凯头宏观分析师马克威廉姆斯向法新社说 这意味着长达25年的房地产繁荣即将结束 土地销售不再是中国政府收入的持久来源 而可能以适度征收房地产税来补充 美国国务院发言员办公室本周六发声明表示 10月22日 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召集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的高级代表通过视频 举办了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 声明指出 美台双方的讨论重点是 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 并对处理全球挑战贡献 其宝贵专业技能的能力 包括全球公共卫生 环境和气候变化 开发元素 技术标准和经济合作 美国与会代表重申 美国致力于台湾有意义地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并讨论了突出台湾对广泛议题努力 做出贡献能力的方法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 则于当地时间10月24日发表声明 对美国的坚定支持表达诚挚感谢 声明指出 美方在会中肯定台湾是 意乎复苏多边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并重申美国将持续致力协助扩大台湾国际参与空间 以及美台双方的密切合作 外交部署任秘书徐立文在致辞中 诚之感谢美方一贯的坚定支持与承诺 并特别强调 台湾将继续秉持专业 务实 有贡献的国际参与原则 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合作 强化多边治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让台湾持续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